美国19号的130后跨党派的决议案最终进全票通过 只有一票反对 决议案谴责中共和港府侵犯香港人民的权利和自由 鼓励美国政府保护港人权利 并支持国际社会制裁中港官员 也鼓励继续行使香港民主人权法案等制裁 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强调 美国两党一直都支持香港民主自由的议题 新泽西州的资深共和党议员史密斯表示 这个跨党派决议案非常重要 涉及到我们30年来的努力 对抗中共的侵犯人权 它还列决中共对人权的迫害 包括对维吾尔族人 现在已经演变成种族屠杀 以及对信仰自由的迫害 包括法轮功 另外有港媒披露 19号发表调查 为了阻止美国国会 在2019年11月通过的香港人权法案 香港政府从2014年到2020年之间 花费了8400万港币 对美国政客进行游说 但这笔巨款最终只买到一张否决票 和这次的130后决议案一样 130后决议案支持在国际法庭 对中共政府不准守中英联合声明 法律承诺的诉讼 继续对中共及港府官员制裁 并和盟友合作 以确保制裁的执行 是多边性质的 新唐人亚特电视 国际新闻组编译